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歐 在2019年年尾的時候 我就拍了一條影片 而那條影片就是講十藥 我在整年裏不能缺少的錢 很多朋友看完那條影片 都覺得裏面說的產品是非常實用的 所以在2020年年中的時候 我就決定拍多一條 2020上半年我最喜愛的產品 但是這些全部都不是化妝品 好啦 如果你想看的話 首先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剛才是逢星期二、逢星期四 就有新影片推出了 現在我們馬上開始了 GO 我覺得我自己很嘔吐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件事 沒錯啦 就是Switch啦 其實過往幾年一直都很想買Switch 但是一直一直都沒有買 但是 對啦 沒錯啦 就是Animal Crossing啦 那為什麼我會入手Switch呢 有兩個原因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Animal Crossing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因為我看到Candle Jenner 在Quarantine的這段時間 很有型地在家裡 對著MacBook拿了Switch拍照 令我馬上覺得Switch的可買程度 達到100 所以就不理那麼多了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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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買了這麼多個袋 見人家買你又拿回個彩 那買回來之後一點都沒有後悔 因為首先我覺得Animal Crossing 動物森友會這個遊戲 實在令到我的人平靜很多 打坐的一樣的原理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還有發現裡面有一個新的遊戲 叫做Moving out 超好玩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第十位 如果想看2019年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上方的這條連結 沒錯,在2019年的時候我提到的是有Context T3 但因為Context是一部非常遙遠的價錢上 也不是很平易近人的一部飛林相機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想試玩飛林的朋友 都會被T3的價錢而嚇倒 而且因為T3非常珍貴的關係 很多時候如果我出街去很多地方 我都未必會帶T3出街的 接著就讓我發現到這部相機 它就是Yashica的MF1 這部MF1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紅橙和綠,青藍紙,馬色也有 首先它的外殼顏色已經非常吸引 第二就是它非常輕 五分一部Switch那麼輕 很多人買它的時候都以為它是一次性的相機 No,它是一部可以重用的相機 而且這部相機的價錢也非常平易近人 因為它只是百多元 好像T3拍出來的相片實在太漂亮 因為有時候我會想它更增長 粒子更粗 這一部就絕對給到這個效果了 因為這部相機拍出來不會讓你得到完美的相片 但是這部相機一拍出來一看下去就會覺得 嗯,很有Feel的那種感覺的相片 所以如果是說日門的飛林來說 它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相機 有時候我帶它出去的時候我會刻意掛在褲子上 因為它真的很輕的關係 這樣釣是不會覺得很重的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第九位 妙齡3號 眼藥水 因為這個是我用過去紅最好的眼藥水 在2019年的時候我都有提及過我的眼睛很容易很紅 所以我會喝一個藍莓素 令到我的眼睛的眼白 比我平常很多很多 因為我之前還有激光矯視的關係 令到我的眼睛非常敏感 也可能是這個關係令到我的眼睛很容易很紅 但每次都很紅的時候 但我又可能要拍攝 這支眼藥水就是我的身份 只要滴在我的眼睛之後 閉上眼睛到數十秒 我眼睛就會馬上白了 而且讓我再說一個小秘密給你聽 如果你長了一顆新的暗瘡 而且那顆暗瘡很紅 只要滴了一滴之後 暗瘡會馬上沒有那麼紅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第八位 Everybody This is Ray-ban 首先這條影片 所有的都是我真心很喜歡才拿出來說的 這副Ray-ban都是非常喜歡的 如果我自己外出的話 我喜歡越樸素越好 一副太陽眼鏡是必須要的 眼的肌膚是最重要的 你想想 這麼多人去做high膚 打水光槍 但這些全部的療程都不可以做在眼裡 所以你們的眼部肌膚 是多麼的幼嫩 預防性於治療 但眼鏡是最好的 最好的 所以為了保護我的眼睛 太陽眼鏡是必備的 但為甚麼是這副Ray-ban呢 我覺得這個形狀 這個形狀 是非常適合我 而且也可以帶出一種比較神秘的感覺 但又不會太浮誇的感覺 我很喜歡 第二 就是它很薄 指甲這麼厚 看見到嗎 第三就是因為它的價錢 非常平易近人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第七位 就是這一支 Echo Care 雖然大部份人都是用這支cleansing gel 清潔家裡的 但是這支cleansing gel 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很特別的一個功能 我是有很多技術的 讓我看看給大家看看我這個飾物櫃 我的飾物是這樣的 譬如說只是這一盒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飾物 幾十條頸鏈 很多戒指 我相信很多朋友放飾物都像我一樣 一坨地放進去 然後就算了 但你想想你如何清潔 就這樣用的 你呢 拿一盒水 我現在拿個Glass給你看 你會清楚一點看得到 你呢 就把這些accessories等的 扔進瓶裡 然後呢 拿這支擠一瓶 然後呢 你就等在這裡就可以了 我就不是用它來做家居清潔 我是用來清潔這些 還有我用它來做一件事 登登 帶出街消毒 就是混這支1比49 放在3C的瓶裡 我還會用你噴電話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第六位 是一樣奢侈品來的 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說奢侈品 但是呢 這個真的我非常之愛 It's a Chanel bag 很迷你很迷你的Chanel袋 大概有我的臉 那麼大 不太過了 首先我覺得這個袋真的非常實用 首先呢 很少這個size的袋 但這個袋呢 因為真的很方便 因為平時我出街的時候 我其實不喜歡帶很多東西 最多可能會帶 充電器 Card Holder 帶一支唇膏 這樣出街的 這個袋是剛剛好 充電器 還有滴滴空位 看看充電器 唇膏 忘記塗唇膏 Oh my god 現在才塗會太遲 而且我覺得它真的非常 casual 又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袋呢 實在是非常容易carry 我覺得這個袋 背上是非常好看的 男生背也可以 女生背也可以 總之這個袋 我最近很喜歡 經常背的袋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第五位 好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最近因為經常都在家 沒有地方做運動的關係 真的要你肥 嘩 如果男士們 想變大隻 我有一個新發現的 好好好物 想介紹給大家 這袋的啞鈴好像是600多元 我覺得它的樣子是很不靈的 但它的功能真的很好 這個啞鈴呢 你會看到有15啊 10啊這些 你可以轉的 15磅這樣 那你搞了15 你知道這樣一抽起 它就會拿了兩格的這個啞鈴餅出來 如此類推 就是這樣 Dude 是不是很方便啊 這東西 這東西在家裡workout 我真的一流 因為真的省很多位 而且又可以調教這個重量 所以真的很棒 簡直是偉大的發明 我想知道有沒有朋友 是會很關注我 平時在Instagram裡 share我做運動的那些資訊 因為我經常認識 所有人看我 都主要都是講一下化妝品 比較多 但其實我本人都很努力做運動 亦都很想share多些做運動的資訊 給大家的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第四位 就是這一支 它這一支叫做Rizzuron 牙膏狀的一支 茶頭的產品 雖然不太看到我的頭 看到嗎 其實我的頭髮都很漂亮 Anyway 為什麼它這麼方便的關係 因為我用這支的時候 就不需要用鹽水的 我只需要頭髮濕 洗完頭的時候 塗一點 塗在頭上 然後用梳子吹乾它 就解決了 頭髮乾了之後也不用塗 好方便啊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第三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米水的習慣 但是這一支 check check scene 這個米水 是我極度無敵 喜歡喝的 它有四個顏色 粉紅色就是 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會胸肚飲 藍色的就是 吃完飯 飯後之後 或者睡覺之前 喝 就會幫助消化 燕麥和紅豆 我會在 下午喝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喝它的關係呢 有時候 七十一買東西喝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習慣 我是比較喜歡喝無糖的東西 但是到了那個季的時候 很少飲品 是很少很少很少糖 但是又很好喝 但是呢 這個check check scene的茶 就給了這個感覺我了 首先它的味道一點都不濃 還有它的糖粉是很低的 我的接受程度 範圍裡面 還有呢 晚上想吃宵夜的時候 就會啊 喝了兩次 令到肚子沒有那麼餓的感覺 尤其是燕麥這個 所以如果想身體 有種cleansing的感覺的話 它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第二位 如果有看我IG的話 就會知道我最近很喜歡一個運動 減肥的一流就是 跳繩 跳繩真的很好 是比跑步更多好 但是呢 就一定要跟著我 在IG上面分享的那個圖片 那這個圖片我覺得是最好的 我之前在IG分享的時候 我只分享了一個IGTV 一個濃縮版 其實我很想拍一個長版 就像那些workout YouTube video 我很想拍一個自己的版本 大家可以直接開著影片 跟著我跳 如果你想我拍這條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一些鼓勵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如果我拍了的話 你一定會一個星期看兩次 減肥用 那這條繩 是我第一條買的繩 就是Adidas 一開始會很不習慣 但只要堅持 你很快就會習慣 那這條繩 我記得好像一百六十多元 它可以立刻在這裡 調長短 那就不用什麼剪 很麻煩 身邊的朋友 每個人都在跳繩 我逼他們跳繩 他們都很喜歡跳繩 而且他們真的覺得 很減肥的關係 他們每個人都在跳繩 然後我就逼 Ingrid 去跳繩的時候 就發現到原來 在銅鑼灣有得買 是二十四元的繩 都蠻好調的 但你問我 我當然覺得我的Adidas 比較好調的 但這條也不差 如果大家想高火一個便宜的版本 可以去買這條二十四元的繩 我最不能缺少的產品 至尊位 Hello Guys Please look at this touch lamp 它是一個清潔手的spray 真的很漂亮 它有很多種味道 這個紅色是Watermelon 因為很多時候 消毒酒精的味道是很奇怪的 但這款是真的很舒服 最重要是它會留在你們手上 沒錯 那這支是哪裏可以買的 我不是特意幫朋友買廣告的 但因為我的Touch lamp 都是我朋友送給我的關係 我才能接觸到這個品牌 我朋友的店是一間收甲的店 沒錯 我朋友的店是應該 可能還有少少貨可以買的 最喜歡的味道就是Watermelon 我最不喜歡的味道就是這一支 噴了一次之後 我已經想 但除了這個味道之外 其他五六七八色的味道 都非常好用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沒錯 想不想我拍十大的化妝品 大聲一點 聽不到 留言到轟炸我 說你有多想看十大的化妝品 沒錯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看完這段影片 真的去試這些產品的話 麻煩你們在IG stories上面 聽我我就會repost他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從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九點鐘 我就會有新影片推出的 下方影片見 拜拜 Oh my god 我忘了給大家看 噔噔 距離我剛才浸下去 大概十多分鐘左右 你看 水變成黃色的 大家看看這些髒東西 沉黏了這些黑色的 超恐怖 分享完畢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